关羽过五关斩六将 明明只过了五关 为何却说斩杀了六将 关羽过的是哪五关呢 斩杀的又是哪六将 斩杀的六将之中谁最强 闯的哪一关最危险 今天史先生就来和大家聊聊 关羽闯关的精彩事迹 第一关东岭关 第一将孔秀 东岭关乃是三国猛将 关羽闯的五关中的第一关 曹操除了爱抢占妻妾以外 他还非常的稀才 在关羽与刘备张飞等兄弟走散后 曹操诚心请关羽入他麾下 还赠予他赤兔马和十分丰厚的营池 关羽不为所动 正义的关羽欣喜结以大哥刘备 于是再三的拒绝了曹操的请求 因为他既忠心又武艺高强 曹操十分稀才 不舍得杀掉关羽 不仅将赤兔马无条件的赠送给关羽 还放任关羽回刘备营中 但是曹操没有给关羽放行文书 于是他在五个关口中受到了阻挠 关羽单计赤兔马从许昌出发 第一关卡为东岭关 是孔秀带领的五百将士 在东岭关镇守 孔秀作者并未对此人做过多的笔墨 也许是为了展示 关羽的勇猛而增加的人物 关羽带领着凶嫂 露经此地被孔秀所阻拦 关羽先礼后兵自爆家门 孔秀因为没有文书为证 于是打算前往曹操营帝确认事实 但是呢 一来二去十分耽误关羽的路程 于是孔秀不让放行 关羽也不拐弯抹角 不让放行就兵戈相见 关羽刀向孔秀 狂妄的孔秀也丝毫不退让 返回营中就击鼓击兵 披挂上马操刀应战 还言语激怒关羽 如敢过去必杀之 于是关羽安顿好凶嫂车马后 便提刀纵马直击孔秀 两马相交一回合下来 孔秀便死于马下 关羽传话士兵告诉丞相 孔秀严刑害之 因此我才杀掉他 于是重兵退让 关羽协领凶嫂而行 这就是关羽过午关的第一关 东岭关 杀的第一将呢 便是孔秀 尽职尽忠的孔秀 被关羽一刀劈死 那么韩伏与孟坦又是怎么死的 第二关 洛阳城 第二将 韩伏 第三将 孟秀 在关羽过了第一关 杀掉孔秀后 对于没有通关文书的关羽 后面的关卡自然是早就接收到消息 第二关在洛阳城 洛阳城的太守乃是韩伏 因为关羽杀掉第一关的孔秀 韩伏与孟秀便开始聚重商议 声讨关羽阻挠他过关 韩伏作为洛阳城的太守 孟坦乃是他的手下大将 二人商议后决定杀死关羽 洛阳乃是东汉的故都 他的地形是一公不一手 当初的董卓就畏惧关东联军 如果无法消灭就守 董卓无力对抗联军 于是胁迫着洛阳百姓跟随自己撤离 一把火烧掉了洛阳城 虽然洛阳城遭董卓毒手烧掉不少 但是洛阳城也比其他关口大很多 因此曹操安排的是两位将领在此镇守 关羽不仅闯东岭关杀掉了孔秀 而且还在此之前杀了炎梁文仇等多名大将 于是韩伏决定秩序 韩伏先派孟坦赴会 孟坦操刀骑马上千应战 关羽也单刀赴会 两人打了两三个来回后 孟坦假意敌不过 便趁机逃走引来韩伏对战 但是身袭赤兔马的关羽 对于赤兔马日行千里的角力 一下子就追上了孟坦 关羽守之掩月大刀 一刀就将孟坦身披两半 此时正中韩伏计谋 他一剑射穿关羽臂膀 关羽拔出剑忍住伤痛 骑着快马直击韩伏 一刀斩来韩伏坠落马下 这关身手剑伤 还能斩下两名大将 这便是过五关的第二关 洛阳城 也斩了六将中的两将 孟坦和韩伏 第三关 似水关 第四将 便洗 似水关乃是关于 床五关中的第三关 似水关的将领乃是便洗 炎梁和文丑 都是关于名声大噪的踏脚师 二人都被关于轻松杀掉 但是他们实力并不低 文丑不仅击败公孙赞 还能轻松杀掉公孙赞手下的 四名大将 接着还能与猛将赵云 大战数回合 炎梁就更勇猛 他斩首宋县批死未絮 还能和徐晃战斗无数回合 关于在无名之辈的时候 还斩首华雄 当时关东各路诸侯都在声讨董卓 董卓手下的大将华雄 虽然实力并不高 但是也身形魁梧 骁勇善战 斩杀孙坚攻打联军 声名大噪 曹操并不想当出头鸟 此时关于请英作战 当时多位名将 例如袁绍等 都嘲笑关于乃是无名之辈 只有曹操慧眼师英雄 欣赏关于的英勇之气 于是为他斩酒前行 关于放下酒便说 等他回来再喝 果然酒未凉 关于便取回华雄的头颅 关于也因此一战成名 而温酒斩华雄 也是在四水关 名声大噪的关于 路过此时便喜看守的四水关 他还不知深浅地阻挠关于 他自作聪明地运用计谋 来迷惑关于 而关于呢并不在意对方用计使诈 四水关也是五关中最精彩的一关 关于连杀三名大将 四水关便喜早就听闻关于的实力 他也不再纠结通关文书 而是一心想凭借自己的实力杀掉关于 他事先假意宴请关于喝酒 二人在酒席上正准备喝酒 关于直言 这酒是歹心还是好意 于是便喜操起流星锤便向关于砸去 关于也迅速抽刀 一刀就将便喜劈成两半 这就是五关中的第三关 四水关 便喜就是所斩六将中的 第四将 四水关的便喜 奸击不成遭反杀 那么行阳城的王直死将又有多惨呢 第四关 行阳城 第五将 王直 五关中的第四关 乃是行阳城 行阳城的太守就是王直 王直也是第二关中 洛阳太守韩服的亲家 关于连闯三关 连杀四将 加上行阳城离四水关非常近 王直早就接受到关于的风光伪计 王直也不在意 是否有通关文书 放不放心等问题 即使为了太守韩服 他也想要杀掉关于 行阳城 地势丰厚 水土肥沃 但是地势险恶 一手不易攻打 当初曹操攻打行阳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 加强巩固自己在北方的统治 他调集大部分兵力 还请谋士巡语商讨战略 精心策划下 才攻下行阳这座城池 曹操任命王直镇守行阳城 但是王直的武力却不如韩服 因此 他并不敢与关于正面战斗 于是他决定使用奸戟刺杀关于 他假意迎合关于 迎接关于还为他安排住宿 等关于住宿后 又使用明火 准备悄悄逃离火烧客栈 王直手下的胡班十分钦佩关于的才能 再加上 关于拿出胡班父亲的家书 胡班痛恨自己有眼无出 不识英雄豪杰 于是 一面迎合王直的奸绩 又趁机提前为关于通风报信 于是关于连夜逃离客栈 关于离开客栈后 王直还带领大军追赶关于 骑上赤兔马的关于 将王直一刀斩于腰间 劈成两半 若是没有胡班 没有关于自身的忠有名声 这个行阳城算是最危险的关卡 这就是关于过五关中的第四关 斩杀了行阳城太守王直 第五关 华州 第六将 秦齐 关于过的最后一关乃是华州 华州的太守是秦齐 华州呢 也被称为黄河渡口 秦齐乃是曹操麾下著名将领 他只属于是夏侯敦手下 乃是蔡阳的外甥 被曹操任命镇守黄河渡口 他狂妄自大 在关于连国四关连长武将之后 他还敢刺杀关于 想要一战成名夺取军功 也许源于他的舅舅蔡阳 蔡阳骁勇善战 多次跟随曹操作战 又与夏侯敦乃多年好友 二人实力十分强大 因此 作为夏侯敦手下的大将 还是蔡阳的外甥 所以武功自然不差 秦奇武艺高强 但却是有勇无谋 作为最后一关的将领 秦奇的武力职 在前面几关将领之上 正碰巧关于横吐黄河关口 秦奇便口出狂言 要诛杀关于 关于言语温和自爆来意 但是秦奇没有接到通关文书 至死不放任关于过去 关于见秦奇气眼嚣张 只得驾马兵戎相见 秦奇大放狠话 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 关于怒灰眼月刀 一回合就刀起头落 是非分明的关于杀掉秦奇后 谈话士兵 秦奇自寻死路 如等放心 一切相安无事 关于就这样渡过黄河渡口 闯过了最后一关 杀掉了第六将 华州太守秦奇 顾五官斩六将 是关于千里走单旗 护送凶嫂的故事 展现了关于的英勇与忠诚 三国演义中 还有许多名场面 你知道长山赵子龙 是如何七进七出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见解 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转发点赞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